不该整容的四位女星 第一位让人心疼 第四位花了上千万 却像各怪物哪个女生不爱美 每个人都有追求美的权利 如今整容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突变 对于娱乐圈的女明星来说 更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 有些女星明明就长得很美 还对自己的长相不满意 选择整容 但是由于整容力到过度 留下十分明显的痕迹没变美 反而还被人说三到四 每年都有很多女性毁在整容上面 也许那些爱美的人并不在意 但是那些整容变回了 花了大价钱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反而越来越丑 这可以说是十分尴尬 现在小编就给大家盘点娱乐圈 那些不该整容的女星们 第一位让人心疼 第四位花了上千万却像个怪物 说起明明长相很好看 缺了整容的女明星 小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郑爽 一起流星雨让我们认识了郑爽 郑爽是一个正宗的东北妹子 十八岁步入娱乐圈出演厨语群 满满胶原蛋白 青春无敌的形象深入人心 近几年又参演了一些热门电视剧 获得许多奖项 是娱乐圈现在最至首可正的当家小花蛋之一 后来郑爽因为不自信而整容 整容后的他虽然也更加精致 但是看起来没有当时的灵气 脸上的胶原蛋白流失严重 眼角抬高让他的眼神失去了原来的水 变得十分尖锐 虽然整容以后的郑爽也十分好看 但是脸部慢慢呈现了崩坏的局势 演戏时的面部变得僵硬 也没有之前的灵活 令人惋惜 张萌因出演下加三千金而被大众熟知 而张萌整容后 脸蛋十分僵硬 差点让人认不出来 近日张萌又加入浙江卫视的综艺节目 二十四小时 再次成为大众议论的焦点 在节目中 张萌的脸蛋僵硬无比 和之前相比起来 看起来判若两人 原本清纯漂亮的张萌 竟然整成了一副僵尸脸 翘起来非常僵硬 真是惨不忍睹 老牌明星邵因因整容失败 差点自杀 老牌乐片明星邵因因 可算是第一代整容华人女星 三十年前 她已见情片十三号兄弟一托成名 被称为性感优物 邵因因本名叫尼小远 年轻时候的邵因因 不但拥有一张漂亮的瓜子脸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看起来有点天真妩媚 看年轻时因为单纯被人欺骗 走上了眼星的不归路 同样也被骗整容 在下巴注入硅胶 其后怕有副作用 而做移除手术 但仍然难以挽回 后来导致整个下巴生满肉牙 脸部变形 美人变丑女 真是可惜了 提到整形失败 不得不说就是乔斯林威尔顿斯坦 他本是一个富有的社交名媛 为了挽回爱情 走上了整容的不归路 再过去的十多年 他花费千万在脸上填充各种材料 导致面部和身材严重变形 才一看像个怪物 可是他本人表示 对自己现在的样子十分满意 这名一样的审美 实在让人感到惊悚 看完这四位 你们觉得娱乐圈 还有哪些女性不该整容呢 不该整容的四位女性 第一位让人心疼 我们下转了一会儿 请问一下 我们下转了一会儿